其實我真的我想應該沒有男孩子不喜歡車啦 從小到大就希望有一台屬於自己的車 當你拿到駕照之後 你就一直在想我要買一台什麼樣的車 不同階段都會心中有一台夢幻的車子 那其實後來真正有了車子慢慢對車了解之後 我覺得其實我還是會有一台買不起的夢幻車在那裡 但是我也很珍惜現在已經在開的車 我覺得那台車就是正在開的車就是一台夢幻的車子 我們其實都是開著別人的夢想在路上跑 自己有時候會不滿足 那喜歡車跟喜歡在車上聽音樂是我自己一個習慣 甚至我有時候通告有時候有助理有宣傳 我不會讓他們開我寧可還是自己開 就是我只要精神好我就自己開 我會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自己手上 我比較放心 主要是我喜歡那個握著方向感的感覺 車子可以帶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那種感覺是我喜歡的 然後在車上聽音樂也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現在出了第三張專輯 我就希望我的專輯裡面有一首歌 是可以把成為我自己車子的一首主題歌啊 就背景音樂那種感覺 然後我在車上喜歡聽的歌其實是電音 因為我覺得那種重節奏 重低音 在車上聽起來特別亢奮 而且不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就希望那個專輯當中有一首是屬於 這個所有喜歡車子朋友的一首 車的主題曲 像你看那個中貨塞裡面 每個人都有一首自己的主題歌 我希望這首歌會成為很多喜歡開車的朋友 喜歡車子的朋友他們坐到車上的一首主題歌 其實當然是很開心 很興奮 因為我有一些車友就是修車認識的朋友 或者是以前加入車友俱樂部認識的朋友 他們好像也要組隊去那邊比賽 所以我會在那邊碰到一些朋友 而且其實講到香車就會有美人 尤其在貴雜誌當中經常會看到 只要有香車就有美人 你可以近距離去看那些設定好的廠車 或者是因為那邊的車一定都是最漂亮的車 最棒的車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人的夢幻車子 看到很多美女都會出現在那裡 然後可以實際到 剛剛也講到 實際到賽道旁邊去看這些比賽的盛況 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 絕對是很熱鬧 我也相當期待 那很榮幸能夠擔任開場的嘉賓吧 也希望能夠在現場有演唱的機會 能夠把我的這首歌介紹給大家 然後感受一下當天那種 就是一群同好聚在一起 那力量是很大的 那我相信會看到一些以前認識的朋友 也會結交一些新朋友吧 甚至有機會看到一些心目中的英雄啊 很多在賽道上非常厲害的選手 我相信也會出現在大鵬灣吧 很期待那天到達 也希望大家當天一定要來 等你們喔